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來介紹這款 The Bonfire 2 這也是一款生存遊戲 我之前在玩The Wild Darkness 我自己很喜歡 破了很多遍 這款也是屬於生存遊戲 所以想說來試試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它大概是分兩個時段 一個是白天 一個是晚上 白天就是建築工會去建築這些 這個工地有的沒有的東西 然後晚上的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派那個巡邏的人 因為晚上會有怪物來襲擊 那我自己的建議呢就是一開始 這個狩獵小屋擺滿人 然後呢這個營火也擺滿人 因為食物是最重要 沒有食物的話 這個人就會死掉 然後呢你的狩獵你看 現在大家去狩獵了 啊你怎麼一個人去 一個人去挑三隻豬 哇 化掉了 我失去了一個人 那就好吧 派你去吧 所以有的時候會這個樣子 反正就莫名其妙他就掛掉了 那我又死了一個人 然後你看這邊有個箭頭 代表說他升級了 那升級大概有分三個 有那個什麼 生命能量跟那個智力 那一個是近戰攻擊力 一個是遠遠程攻擊力 一個是生產速度 那基本上呢我主要就是 這個 獵人這邊擺滿人 伐木的話呢伐木營區喔 伐木營區應該不需要那麼多人 因為伐木工有那麼多 這個木材可是你的人也不夠去蓋建築物也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多派一些人去狩獵喔 因為食物會影響到人活著還是死掉 然後前期也會有很多人啊 過來跟你要食物 那另外的是在篝火這個地方 篝火這邊也是擺滿工人喔 因為篝火這個地方早上他們是沒事做啦 在休息 但是晚上都會固定出現怪物喔 那怪物的話也是會直接把人家殺死 那如果說你的篝火人不夠多的話呢 也是會直接死掉 所以說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我的人可能擺的沒有很好 可能路線還沒有很順吧 那我們再看喔這個什麼 木匠工坊 手推車喔 可是我現在人不夠 然後另外呢這個地方是這個漁獲碼頭 漁獲碼頭的話我也是擺滿人 所以呢他的人會慢慢慢慢的獲得這樣子 那整體來說呢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有什麼隨機的成分 就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白天怪物出來了 哇一堆蜘蛛 你看四個人打 我要是有三個人的話可能就有點危險 請不要傷害我 他快掛掉了 然後呢這個晚上呢 把敵人幹掉之後呢 他們就只有一波攻擊而已 所以說不會 說什麼來個兩波三波 一個晚上就是一波 那你把敵人幹掉之後呢 地上的屍體呢 就是 毛皮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一些巡邏工人就會變成是搬運工 然後跑去把這個毛皮啊 帶回家這樣子 啊這是代表說我的那個儲存的已經滿了 上限 哇糟糕了 可能是我儲存的量已經滿了 看看 鐵 看一下 這邊也可以升級喔 升級的話原先住戶只有 只能夠住兩個人 然後再來是可以住到三個人 那如果說呢你的房子升級之後呢 當然可以住更多人 那如果說 你的房子這個 不夠住的話呢 那其他人就會在篝火那邊睡覺 那在篝火睡覺的這個壞處呢 就是說 如果說當這個 晚上的時候 敵人攻過來的時候 他們會 他們會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他們會逃跑 那另外呢你如果說 花150塊台幣呢 你就可以這個 少掉這個廣告 所以我覺得這個廣告 是有點煩的啦 因為我大概才玩了兩天 兩三天 我就說遊戲的時間兩三天 他就會跳出一個廣告這樣子 那 The Wild Darkness呢 是 你要不要用廣告都可以 你如果開箱子的時候 你用廣告的話 你會 比較有機率 獲得比較 好的這個物品 所以說他不是強制的 但是這一款廣告是強制的 然後 每天可以做的事情 我覺得也沒有很多 什麼 鋪路 鋪路 大概是 會比較好走吧 那我來鋪個路吧 鋪到鋪到這個地方 礦場是不是 好鋪 等一下 這樣子 好 鋪 好這樣子 那 我的功能怎麼 怎麼都在睡覺 把速度拉快 這一些 你勒 勾火 哇 怎麼人都在睡覺 人勒 伐木工人 為什麼我的人都不見了 這是怎樣 他們是怎樣 是不是東西滿了呀 糟糕 食物也滿了是不是 放棄放棄放棄 這個村莊不錯 我願意工作填飽肚子 當然是接受新工人 來來來 我的食物滿了是不是 糟糕糟糟糟糕 好 那食物滿的話 可能肯定要去 去教他們做一些其他事情 手推車 工人可以搬運更多資源 我是不是要做一個手推車 要做兩個木材 這樣子嗎 怎麼製作 我要放一個木匠啦 來來來 這個叫什麼 DINO是不是 過來 好 那我們點角色 我們隨便點一個人 這邊是可以裝備武器的 那有武器的話呢 在打怪物的話就會比較好打 所以我終於做出這個工匠來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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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晚上這邊再開打 獲勝了 OK 然後這邊有手推車 大概是你要手推車才可以用吧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你要去點人 然後你看 他有裝備這個毛 所以說他會有毛攻擊 那這個人呢 他沒有裝備 所以說他就 他就是徒手攻擊 但是每一個人都會有一些特性 譬如說他這個有野蠻 增加生命值 然後這個呢 提高獲得稀有物品的這個機率 在這個地方 所以 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就是邊工作啊 然後看看你活 你可以生存多久 那剛剛我做的這個木匠的工坊 他也是隨著這個天數啊 你慢慢可以 建造出更多的這個 建築物 所以我也是還在摸索啦 那剛剛就是看到說 我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我要放入一個工人 然後 我們看一下 木材 我應該木材是夠啊 奇怪 搬運更多工人 這樣子 怎麼做 製作製作製作 也沒有 這樣子 可以使用長矛攻擊 那很重要 我應該 至少每一個這個巡邏的人 都要來一個這個 這個 長矛 所以這樣子 已經開始在做了嗎 喔 我知道 他現在在搬木材進來 有沒有 他把木材搬進來了 那我 然後這個地方 有有有 他在開始慢慢做了 這樣子 所以 所以這個是慢慢來 那這個 鐵礦 建設中 這還是需要人喔 然後這個是獵人 哇 我的食物已經爆倉了是不是 恩 絲大哥的祭司把我煮出價格 你可以給我一下毛皮區嗎 給你給你給你 好 那他就會留下一些資源吧 這樣子 來看他留下怎麼支援 木毛是不是 好給他裝備 這樣子 OK 還有什麼東西 恩 對 就是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但是整體上我玩起來我覺得 他怎麼在瞬移 這個人怎麼在瞬移 兩人住房 睡覺小屋 這個應該是我的那個 倉庫已經滿了 所以說 他沒有辦法把他身上的資源帶回去喔 好 現在又到了晚上 又到了晚上的時候 然後敵人又要出現了 有時候敵人會是野蠻人 然後大部分時候都是都是野狼喔 那有時候會出現boss這樣子 所以啊 我覺得篝火 跟食物是最重要 因為食物少了 人就會餓死 啊篝火 人擺的少了 如果出現那個boss啊 或是一堆敵人的話呢 也會被打死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會比較影響 影響到這個 這個人喔 這一次敵人是什麼 啊完了完了完了 這邊是把把我的人 腰死了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如果說你的 房間不夠的話呢 那個 怎麼講 在建築的人啊 他們會在這個地方睡覺 那如果在睡在睡覺的人呢 如果有敵人攻擊的話 他們就不會反擊 他們只能逃跑 逃跑之後呢 哇 那如果說這個血不夠就直接掛掉了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吧 比說 誰活得久 可是呢 玩了半天呢 我覺得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那麼好玩 因為你看 他的時間其實蠻冗長的 你看晚上之後呢 敵人出現完了打完之後 你就要慢慢等 慢慢等 等到白天 等到白天之後呢 巡邏的人他又會跑去睡覺 然後換成這個白天 建築的工人 在那邊蓋房子啊 收集木材啊 收集食物啊 你看收集食物這是路來的 你看這個徒手殺戮 然後又有廣告 移除廣告要150塊錢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 沒有什麼興趣啦 好那所以說這一款遊戲就是 The Bond Fire 這樣子 他是生存遊戲 只是我自己玩起來覺得 沒有那麼好玩 可能是我 我也沒有說玩得很透徹吧 就是簡單這樣子玩一下 覺得 覺得大概就這個樣子 就是白天晚上 然後人進來 蓋蓋房子啊 可是就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 這樣子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